字幕君仿佛 字幕君仿佛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親人的我是Candy 我是Alexa 來到今集我們已經跑了Uber兩個星期 上回就說到我們停車場休息 現在回來我們這星期是專跑夜晚的 我們現在就說說這星期跑夜晚的情況究竟是怎樣 我們在晚上6時才開車 人家差不多下班時間才開車 這樣就跑到去到武丹我們就開始停車了 這樣怎樣呢?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第一件事就找我們有朋友問我們 晚上幾點開始武丹 究竟可以跑到幾點開始武丹 這樣就真的很大問題 我們特意是試的 特意是要硬一點開工 然後忍著希望跑到晚上6時才收工 就試一下這個時間 我們試過幾晚去到兩點鐘至一點鐘 一點鐘至兩點鐘就開始停車 我們試過去到兩點鐘 是真的完全沒有響過機 直至去到天亮 那我們在哪裏呢 例如我在屯門 在屯門站過 在香港 即是九龍區 在旺角站過 都是沒有空間的 可能因為近來疫情關係 食股那些又很早就收工 可能也因為這些關係 導致少了夜生活的人 對 只是沒有小夜生活 所以現在疫情期間 夜晚的單 確實在我們的體驗底下 真的少了單 真的很好笑 因為其實我們的問題就是 如果街越多的士 我們就會越少單 因為人家一下旅程 就是接到的士 就不需要找我們叫 那如果 你晚上有留意過六個樓 整條路其實 就是多的士多到 已經不用等了 就是多到不中 因為大家都沒有生意 即是我們都沒有生意 我們都沒有生意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 那真的 試過很旺角 睡了到真的 睡到天亮了 天亮了 天亮了 我們夜鬼了 天亮了 就開始回家休息 真的都是沒有生意 鬼影都沒有 那 這個就是 晚上的問題 但是晚上有一個好處 晚上我們六點鐘後接單 接個單 我們有沒有什麼好處 那些人呢 其實就是放工 或者放假去玩 玩完 放回家 就會叫我們 直接叫我們 那他的路程 通常都是長途客的 有多長途呢 那就是 我們試過一次 就是由香港島的赤柱 跑到去屯門 元朗的村屋 由赤柱去元朗的村屋 對 簡直就是一東一西 很遠很遠 那一輛車呢 其實他們一上車 就睡著了 但是 我們 我開 因為有一個好處 沒有車 晚上 很熟 我就可以慢慢慢慢開 但是那一輛車 我們速速開了 整個小時的車 是的 就是 一個小時都是累的 認真說 開了整個小時的車 對不對 但是很舒服 開得很舒服 因為晚上沒有車 客人又睡覺 很舒服 這樣 可以開車定一點 慢一點 你不用那麼高速地走 是的 就是這樣的 那有時候就是 我們去香港區 不是去去旺角自保的單 通常去一些 比較偏遠的地方 有多偏遠呢 就是例如 屯門 或者去到深井 丁蘭區 那些地方 或者去到 香港的迪士尼 進去 真的有鬼單 出來了 沒有車拖出來 是的 這些夜晚餐 就有一個問題了 進去 是完全沒有車出回來的 你要想著 要吉車出回來 這樣的 那這裡又是一個 Force問題 是的 所以 網上呢 有人說 如果有發是不用的 就最好的 越便宜有發的車就越好 即是 駕駛駕駛 越便宜的車就越好 是的 因為你要吉車出回來 有時候 但是吉車出回來 有時候出一些市區 例如舉例 例如 我們進了屯門 出回去 荃灣 那些地方 就應該是市區 例如 進了沙田 沙田就出旺角 九龍 那些已經叫市區 例如 你進去數碼 說那些這麼偏遠 即是路馬 說那些 那些 下西環 下西環 你就會接得到那些單 是的 例如 有些 你想著 那些大村 想著那些大村是有生意的 那些都不會有什麼生意的 通常 那些什麼生意 比我們多呢 就是找 是一些沒有公共交通工具的地方 是 例如 我剛才所說的赤柱 他要轉程 再轉程 過去 是嗎 那些地方 或者深井 那些是轉來轉去 那些地方才能進去 或者他去到某一些站 他都要再轉那一程的士 那不如索性 直接叫 直接叫 對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長途的士 比較貴 長途的話 我們的Uber 是比較便宜的 是比較便宜的 那麼 這一點就是 你接到的客人的心理 他們都是為了累 都是想舒舒服服的回到家 對 這樣就會比較 他都不想轉來轉去 對 有些 有些 喝完酒 對 喝完酒 其實我們反而少 因為 你現在沒有夜生活 我們 這個星期 就沒有怎樣喝酒 即是沒有接過酒鬼 沒有接過酒鬼 沒有接過酒鬼 就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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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封了 就不開 酒鬼有一個不好處的 會吐 不然我們沒有接過酒鬼 我們通常接一些 一家大小去玩 晚上麻煩 晚上麻煩 例如 人家去沙灘游泳 游完水 一家大小 這樣人家天黑 開始下班 我們明天中開 哈哈 夜媽媽去游泳 對 玩到六點 然後就開玩家 對 人家一天黑 大概六七點 收拾東西 吃飯 去回家 那段時間 就七八點 叫你 差不多那段時間 那 例如 例如 去到十點 十一點 最遲 就去到一點 就開始 沒什麼生意 例如 因為現在的食肆 現在的食肆 大約十二點 要下班 那麼去到十二點 現在是不是十幾 十二點 十點 十點至十二點 下班 好像整個十二點 哈哈 沒有所謂 早上十二點 一定沒有生意 沒什麼生意 真的沒有生意 鬼影都沒有 做夜晚 大家要衡量一下 對 做夜晚大家衡量一下 但是 所以衡量一下 不會做那麼晚的 其實做十二點 我覺得都很好 對 可以做一點開工 人工方面 很關心 因為長途 例如我剛才所說的 從赤柱跑到元朗 我繼續穿 哇 那一程路程多遠 那一程是二百多三百元 不過當然駕駛整個小時 其實我算過 平均都會有一百多小時 其實 我當你三個小時 接兩單 這些長途 百多元 再接進去 然後下班 大概四個小時 接兩單 三個小時 接兩單 你時間 是拿了出來 但是你將單大單了 你不要像人頭的單 那樣 哇 很慘啊 你真的 四十元 跑過一轉 但是你要塞車 塞到外接客 接了客 一個人塞車 塞洪水 回來 過海 那張單 有一個人有一百元 但是你那個人塞了半個小時 是 是 即是日後 我不知道你上一集 我沒有說過 日後我試過一次 就是在西環塞車 西環那條路 每一條路只有 一百米左右 就已經一個燈口 西環很多海尾街 一條路一百米一個人 那個燈口 隨時只有你幾個字 很密的 哈哈 那條路塞你幾個字 只是塞燈 但是 那個人 擺個框 是不是那個位 你要找他出來 有一個人已經塞了幾個字 我試過有一個 整個塞燈 這個塞了 塞了四五個字 去那程車 去了六十幾元 上個山頂 即是那段路很短的 是 上個山頂 所以 前前後後 塞車的那些時間 是啊 所以已經去到 其實解回一條數 可能是跟駕駛夜晚的差 是啊 有人駕駛夜晚更舒服 因為你的車 那條路是空的 你沒有車跟你競爭 即是沒有車跟你競爭 即是沒有車跟你爭 你想開快也可以 開賣也可以 你喜歡 那又舒服 是不是 那客人呢 就沒有那麼心急 因為客人不是因為下班 不是因為上班 或者講下班時間 有些人 有些人出去 出去開會會 要叫你的車 回公司 打卡下班 是不是 那有些人 即是四點鐘 接你的單 他要五點鐘前 要回去打卡 哇 那他就很心急 是不是 那這些 這些 即是 你以前說 阻人下班 而殺人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是不是 阻人上班 阻人下班 這件事情 就問題大 那這些 比較上 比較焦急 比較爐素 有急 晚上就輕鬆一點 那客人又沒有那麼多 勤勤 是啊 真的沒有那麼多勤勤 那這件事情 是不錯的 因為 你現在是駕在那輛車上 你給客人勤勤 其實你的心情也不會好 你不好的話 其實會發現多意外發生的 就是這樣 那 我自己 我喜歡 是駕晚上的 舒服一點 真的舒服很多 路面又不會收車 客人態度又好一點 是啊 今集小貼士 遇到客人在車上嘔吐 原來可以申請清潔費 只要去Uber的apps 找幫助 之後會見到 關於顧客和商戶的問題 再按關於乘客的問題 進去選擇乘客弄烏了我的車輛 進去登記乘客的資料 行程的日期和時間 弄髒的情況 還有最重要的是 記得要拍照 我們之前試過 有個客人 放下了一瓶紅酒 然後還要堵寫了 但我們又忘了拍照 因為急急腳 就撿了出來 後來就無法拍照 最後上傳清潔費的收據 就可以去信索 今天時間又差不多 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想開Uber 可以把這條影片分享給他們 最後記得幫我們按讚和訂閱 按鈴鐺 下次我們有新影片出 你們就會第一時間收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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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nwealth 五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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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付這個鏡頭 回到你的支持 請訂閱 五千塊 六千塊 五千塊 六千塊 五千塊 五千塊 五千塊